好,这个当节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有关我们的VSPA here 我们要新增 我们的VCSA 一个VCenter 那透过呢我们的一个VCSA的光碟片我们来 安装并把它汇入到我们的 EXI里面 那首先我们要先去 我们的VMware的一个网站下载 那下载呢你要去下载 它的光碟片 那光碟呢我已经下载好了 那这边你可以到官网去下载 那光碟片下载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挂载起来 一个ISO档 然后下载之后呢你去找 这里有个VCSA的UI Install 里面呢因为我们的版本是用Windows的 所以我们打 找一个Win32的 里面往下移动 点选一个install.exe 点开来把它开始执行 执行之后呢他这个版本呢 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 语言 你可以让你去选择 刚刚内定值呢是英文版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选择到中文版 这边 好中文版之后呢 那这边我们要来去安装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选择 这里有个安装 我要安装新的VCSA server 点选它 好这边呢有一个说明 说明可以稍微看一下 按下下一步 好那当然我们要接受这个合约 按下下一步 好这边呢 我们要去安装的一个选举的部署 我们要 安装内部的 就内前世的 platform service controller 不是用外部的 不是用外部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内部的 包在一起 好选择下一步 好这里呢 我们要去输入你自己的一个 server 好那你要把你的 我们的 YESHI的server 那我这边呢 我的 范例呢是 192 192 点168 点 76 点21 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我现在呢 21里面我有一台 虚拟机器 21 那里面现在是没有别的虚拟机器 好 那当然呢 再来 要选择它的443port 内定的 那我们要连到它呢 我们就 用root 帐号登入 好输入一下密码 让你能够去连线到这一台 YESHI YESHI的一个单机的一个账号跟密码 按下下一步 好这一个警告的凭证就按下是 好等待它验证 好这时候呢 他要让你输入我们的 这个upgrade 的一个账号跟密码 账号 跟密码 所以呢你要输入它的一个设定它的密码 好那我现在来输入一下 好输入完之后呢按下下一步 好输入完之后呢按下下一步 这个 VCenter的一个档案要放在哪一个Storage上面 那这边呢你已经有 看看你要放哪一个空间 这已经可用的空间 看哪一个比较有空的 就选择 好一个 自己需要的 可以要放的位置 现在把它放到浪山这里面 好我再按下下一步 当然如果你的空间不够 你可以选择用精简模式 那他的硬碟会慢慢增加 好那我们直接 就给他 不用就直接把他下一步 那建议你如果是练习的话呢 我们是把这个打勾 好那如果是你真正的玩件的时候就不要打勾 他需要一个300G的空间 300G蛮大的所以说我还是 这里我剩下 900G我把它 把它 用精简模式 下一步 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网路 网路的一个规划网路程的规划呢你要去选择 你的网路程的规划 好那我们指定他的IP 你要指定一个IP给他 静态IP 那这边呢我们一个网路位置 就是他要去连接我们的一个网路程 就是让我们能够连得到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呢你要去 看一下你的 原来的 你的这一边的 server 他所连的网路呢 你的可以看一下他的网路 他本身呢你有三个标准 好那你看说你的虚拟机器要放在哪一个你的 VCenter呢要放在哪个位置 才不会去 才能够跟我你的 夜叉连线的到 所以呢我 我的目前我是用在这个VM Network 这个网路程底下 所以呢我选择的是这个VM Network 那IP你要自己指定一个IP给这台VCenter来使用 那我来设定一下 好那我当然要找一下IP 那我稍微暂停一下 好那我继续呢 我已经找到IP了 我把它 选择是 19.168.76.7 然后设一下 Sunnet Mask 好预设找到 DNS 好那这个是他的内定的位置 你就不要去动他 OK这边的位置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按一下下一步 好这边呢 设定完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完成阶段 他就告诉你低限阶段完成 那看一下你的位置 你的磁点模式 你的一些 设定值如果没有问题 你可以按下完成 好他就开始呢 去开始安装初始化 你可以注意到了 这个部分 让他开始去跑 他就透过网路呢 把你的 这个 VCenter SERV的 然后呢把他 上传到哪边 你的 76.21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边呢 他会等一下 把你的SERV放到这边来 好那我们这边呢 所以稍微看一下 等候一下 目前呢 安装的画面呢 你就稍微 等候一下 等他跑一下 他正在初始化 这画面会有一个 因为是延迟的问题 所以就稍等一下 好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他现在正在第一间的一个部署 你可以看看 他正在部署你的装置 稍微要一点时间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录影的部分呢 我就稍微暂停一下 让他跑完之后 我们再看他呢 会告诉我们的一个 下一个 步骤的 画面 这个呢 你稍微要等候一下 他 好那我这个地方 就先暂停一下 好这边呢 我们让各位来看一下 现在正在 还在上传当中 部署当中呢 他已经到18%了 那当然还有一点时间 他透过网络 把档案上传 那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们这边的 刚我连到的 是我的 192.168.76.21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有一台机器 VMware VCenter Server Apply Apply 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已经上传 慢慢的上升上来 好那目前正在部件 那你可以看到 他是已关闭电源的 所以说目前 他现在呢 还没有开始 开机 所以说呢 现在还在部署当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 再把它点一下 再点一次 因为他画面 稍微会稍微 lag一下 好这边的部分呢 一样 一样现在跑到22% 23% 我们一样呢 让他再稍微暂停一下